今天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不喜欢我的人 我也不喜欢你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 不管你怎么做 都有人不喜欢你 你热情周到 偏偏有人背后讽刺你假惺惺 你闭起嘴巴 又有人说你 性格孤僻难相处 你努力加班 同事嘲笑你是奋斗逼 你过得风生水起 亲戚说你是装出来的阔气 这世上 好事坏事都会被说成赖事 无论你怎样 都有人说长道短 指手画脚 村上春树说 不是所有的鱼 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其实你不必为了 维持表面的融洽 去说虚伪奉承的话 也不必为了让别人满意 去做违背自己喜好的事情 前两天表妹来家做客时向我抱怨了这样一件事 她是一家公司运营部的经理 手下有十来个员工 上月公司搬家组织了一场庆祝活动 他们团队有幸抽到了双人旅游的名额 表妹体谅组员过去的辛苦 跑到老板办公室 死皮赖脸多要了两个名额 她满心欢喜 本以为大家也会非常高兴 没想到 当她宣布完消息之后 办公室的实习生样样不快地问 咱们组十来个人 这四个名额怎么分呢 场面顿时陷入了尴尬 她不想扫兴 只好硬着头皮说 其他人都有红包 我自套腰包 大家零零散散地鼓了掌 开始各自忙碌 本以为事情就结束了 可就在她从卫生间出来 却听到走廊里两个组院窃窃私语 谁想去旅游啊 干嘛不都发个红包完事呢 而且这个钱怎么可能是她出的呢 肯定是公司给我们组的奖金 被她扣了 现在下不来台 就说自己掏钱 她想到自己为了多要两个名额 在老板面前费劲讨好 又自套腰包 以为能感动别人 结果在他人眼中 不过是一场是非 我们总以为 委屈了自己就能让别人满意 可你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也未必领情 反而会让人当成软柿子 想捏就捏 毕竟这世上 没有人可以做到 如人民币一般 讨所有人的喜欢 在节目《星空演讲》中 演员杨子一度落泪 他说自己很累 因为他始终想活成身边人喜欢的样子 别人说他不好看 他就想方设法变美 别人说他胖 他就拼命减肥 即便如此 他面对的依旧是潮水般的非议 因为让别人喜欢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个怪圈 他永远也追不完 有时候 我们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苦心孤意地小取悦别人 时刻保持着紧绷的状态 唯独辜负了自己 二 被人讨厌 是一种勇气 在奇葩大会上 作家蒋方舟坦言 自己是极度讨好新人格 我因为太希望别人喜欢自己了 而成为了一个谄媚的人 从小害怕和别人起冲突 做事总是怕被否定 和朋友相处时 从来不会表达自己不满 和愤怒的一面 即便知道对方在胡说八道 也会毕恭毕敬地迎合 谈恋爱时 面对男友的责骂 吓得浑身发抖 不敢反驳 一次次委屈求全 一次次打破原则和底线 让他长期处于痛苦 和压抑的边缘 最终他决定改变这样的状态 后来和一位年长的老师吃饭 对方全程 都在以老卖老地 数落他的缺点 任无可忍的江方舟 破口大骂以后 摔门而出 出了餐厅 他打电话给朋友 欢呼雀跃地说 我骂人了 我真的好开心 作家刘彤说 不要怕某种性格会得罪人 要知道 这世上没有一种性格 能避免得罪人 你身边90%的人 你都得罪得起 一味地忍让与退缩 就会变成自我的贬值 而太多的关系 并不值得突破底线的求全 在上一期的脱口秀大会上 演员李雪芹的一段演说 点燃了全场 他在表演中提到 自从自己火了以后 经常会看到很多负面的评论 他平静地说 我看完挺伤心的 自我反思了很多 我还想对那些 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这句话 戳中了太多人的内心 生活中 我们总是不自觉地 掉进纠结的漩涡 为什么他总是对我淡淡的 为什么他总是在背后 说我坏话 怎么样才能让同事 对我满意 这些问题 像一团团解不开的疙瘩 困扰着我们的心 但你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人际关系 永远是一个复杂的游戏 而不是你的单任务 有时候一个人他就是这样 不喜欢你 没有理由 很欣赏 被讨厌的勇气书中的一句话 比起别人如何看自己 我更关心自己过得如何 坦然地接受别人的讨厌 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勇气 三 活出自己 才是一个人的终极安全感 作家山下英子 根据性格层次 将人分成三种 在地面匍匐的人 在树上爬的人 乘飞机的人 在地面匍匐的人 意识不到什么是自己 不需要 不适合 不舒服的 总是纠结在不快乐之中 而无法活在当下 就像为了他人的眼光 去迎合讨好 结果让自己被围到尘埃里 总是郁郁不快乐的人 在树上爬的人 虽然意识到 活在当下的重要性 却总是犹豫不决 心浮气躁 时不时会掉到地上来 乘飞机的人 不为他人的想法 和外界羁绊 凡事遵从自己的内心 于是 能够活在云端 俯瞰世间的美景 在追名逐利 谄媚讨好的娱乐圈 王飞一直都是 那个乘飞机的人 面对他人的 非议与争论 他永远保持一副 管你屁事的姿态 离婚的时候 记者问他 离婚手续办好了吗 王飞抬头反问道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记者不思心 您是公众人物 粉丝也很关心 王飞又说 关他们什么事 当他和谢霆锋 重新牵手的时候 有人骂他是一个 不合格的母亲 一把年纪了 还在追求 虚无缥缈的爱情 他满不在乎地说 没有按照你们的想法 去追求所谓的体面 真是抱歉了 但我怎么过 是我自己的事 人生这碗鸡汤中 撇去上面的那层浮游 我们才能知道 自己碗里面 真正有什么 学会屏蔽外界 那些不好的噪音 才能听到自己 内心的声音 正如蔡康永所说 如果什么事情 都指望着自己 去符合别人的期望 终究有一天 会感到很吃力 我们应该为自己 活一次 是啊 只有活出了自我 方能在这个世间 信心十足地行走 才能在这个 变幻莫测的社会 给自己一丝 永恒的安全感 莫言 如何对待 不喜欢你的人 文章中 有一段话 感动我许久 这个世界 总有你不喜欢的人 也总有人不喜欢你 这都很正常 而且 无论你有多好 也无论对方有多好 都苛求彼此不得 因为 好不好是一回事 喜欢不喜欢 是另一回事 刻意去讨人喜欢 折损的 只能是自我的尊严 不要用无数次的折腰 去换得一个 漠然的低眉 没有平视 就永无对等 真正长久的关系 不需要你低头弯腰 用力渴求 凡是费尽的 都是错误的 往后余生 遇到不喜欢你的人 希望你能潇洒转身 也不喜欢他 愿你能够爱你所爱 行你所行 听从你心 活出自己 最美好的样子 我愿意去讨论的 我愿意去讨论的 我愿意去讨论的